为什么要听这本书 学习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改变 那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改变无处不在 谁都希望工作顺利 感情美满 身体健康 财源滚滚 但是在追求目标的过程当中 周围的环境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变化 也许是突然丢了工作 突然跟恋人分手了 多如其来的疾病 投资失败等等 面对变化 尤其是不好的变化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难以接受 甚至是迟出不前 但是有句古话讲得好 变则通 通则达 应对变化最好的方式 就是要改变自己 可是有人会问 我特别害怕改变 如果改变之后更糟糕了 那怎么办呢 怎样才能更从容的接受改变 实现梦想呢 我相信啊 这些是我们每个人平时都会纠结的问题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预言故事 叫做 谁动了我的奶酪 或许大家都能从中找到答案 这本书估计大家都听说过 实在是太有名了 自从1998年首次出版以来 这本只有32页的商业小故事就大受追捧 已经被翻译成了30多种语言 全世界销量超过2600万本 不过在我看来 这并不是一本单纯的管理类的读物 这里面的道理 对所有希望自我提高的人都适合 这故事啊 是这样的 从前在一个遥远的地方 住着四个小家伙 其中两个是小老鼠 一个叫秀秀 另外一个叫聪聪 另外两个呢 是小矮人 一个叫哼哼 一个叫叽叽 为了填饱肚子和享受乐趣 它们每天都要在一座大迷宫里 跑来跑去 寻找自己喜欢的奶酪 小老鼠秀秀和聪聪呢 大脑很简单 但是它们的直觉很厉害 跟别的老鼠一样 它们喜欢的就是那种硬一点的奶酪 而小矮人哼哼和积极 它是靠脑袋行事的 它们有着复杂的脑筋和人类的情感 它们要找的是一种带有字母C的奶酪 相信这种奶酪会给它们带来幸福和成功 尽管小老鼠和小矮人的目标各不相同 但是每天早上 它们都会离开它们的小房子 跑进迷宫里去寻找奶酪 迷宫里呢 有许多曲折的走廊和蜂窝一样的房间 这其中 有一些房间里面藏着美味的奶酪 但是更多的地方是黑暗的角落和死无痛 非常容易迷路的 同时 这座迷宫还有一种神奇的力量 对于那些找到出路的人 迷宫能让他们享受到美好的生活 那么四个小家伙能找到奶酪吗 探险的过程中又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学到什么样的道理呢 那么接下来 就让我们一起踏上小老鼠和小矮人们的奶酪之旅吧 相信听完了这本书 大家至少会明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 如何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大变化 第二 为什么像小老鼠一样的简单思维 反而能够帮你达到目标呢 第三 怎样才能通过想象目标 来让它更有可能实现呢 适当简化思维 会让目标更容易达到 在寻找奶酪的过程当中 小老鼠和小矮人采取的是完全不同的方式 两个小老鼠秀秀和聪聪找奶酪用的是挨个尝试的笨办法 它们跑进一条走廊 如果说里面的房间都是空的 就会原路返回 再去另一条走廊搜寻 秀秀可以用它灵敏的鼻子 温出奶酪的大致方向 聪聪则是跑在前面开路 就这样 它们很快地从一个地方找到另一个地方 然而迷宫呢 还是太大太复杂了 秀秀和聪聪经常都会迷路 偏离了方向 有些时候甚至还会撞到墙上 不过它们并不会因此而生气和伤心 而是马上开始继续寻找奶酪 两个小矮人呢 哼哼和积极 则是运用它们的思考能力 从过去的经验当中学习 靠着复杂的脑筋 它们想出了各种寻找奶酪的策略 把迷宫里啊 黑漆漆的角落和死胡同全都记了下来 免得碰壁啊 尽量少走冤枉路嘛 可是不管哼哼和积极怎么精心计划 怎么一步步的计算 它们还是有迷路的时候 跟小老鼠比起来 这两个小矮人就没有那么的淡定了 每当空手而归的时候 它们就会心灰意冷 甚至是自我怀疑 说哎呀 我会不会永远都找不到幸福呢 你看 虽然小矮人比小老鼠用的方法看似更高明 但是有些时候 复杂的头脑带来的复杂的感情会战胜理性思维 让我们看问题的眼光变得消极起来 反而会限制我们追求目标 相反呢 小老鼠们看似没脑子的行为 反而能让它们更快的找到奶酪 所以说有些时候不要把事情想得那么的复杂 这样或许能够节省不少时间 让自己更高效 不管用的是什么样的办法 四个小家伙都在坚持不懈地寻找着奶酪 终于有一天 在一条走廊的尽头 它们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 各种各样的奶酪堆积如山啊 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它们来到了奶酪C站 终于都找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奶酪 四个小家伙都迫不及待地冲进奶酪堆里开始狂欢 从那以后 小老鼠和小矮人每天早上一起床就直奔C站 很快它们就建立了熟悉的路线 并且形成了各自的生活习惯 小老鼠呢 仍旧每天啊都起得很早 沿着相同的路线跑到目的地 然后尽情地享用奶酪 刚开始的时候呀 小矮人也是这样的 但是不久之后 它们就改变了常规 起得越来越晚 也不跑着去了 而是走到C站 它们想 反正已经找到奶酪了 不用着急呀 后来呢 小矮人干脆就把家搬到了奶酪堆的隔壁 出门就能吃到奶酪 它们的心里啊 充满了幸福和成功的感觉 觉得呀 从此可以无忧无虑了 而且呀 它们从没有想过 奶酪是从哪来的呀 只是理所当然地认为 奶酪总是会在那里 够它们享用一辈子了 渐渐的这奶酪堆 就成了小矮人生活的全部 它们完全沉浸在安逸的生活当中 丝毫没有察觉到正在发生的变化 你看 在我们的生活中 很多人也是抱着小矮人的这种心态嘛 一旦取得了成功 就好比哼哼和鸡鸡 找到了奶酪堆 很快就觉得自我满足了 产生了一种依赖感 成功慢慢就成为了 它们生活的唯一重心 过分沉浸在成功的喜悦当中 只会是得以忘形 把最初的目标 抛在了脑后 好运不常有 要时刻准备着 应对改变 就这样 小矮人每天吃饱奶酪 摇摇晃晃的就回家了 完全不用担心第二天会没有奶酪吃 而小老鼠 秀秀和匆匆呢 日复一日的重复着它们的生活 每天早早的赶到C站 先仔细观察 奶酪跟前一天有什么不一样 然后再坐下来 好好享受一番 有一天早上 小老鼠来到奶酪C站 发现奶酪不见了 对此呢 它们并没有太过吃惊 因为它们早就发现 奶酪堆已经是一天比一天少了 甚至啊 有的还发霉了 于是呢 它们一点时间都没有浪费 就跑向了迷宫的深处 头也不回的 开始了新的冒险之旅 小老鼠走后好一会儿 小矮人也和往常一样来到了奶酪堆 这眼前的一切惊呆了它们俩 两个小家伙是声嘶力竭的喊着呀 说谁动了我的奶酪 这不公平啊 由于没有任何的心理准备 它们一时间也无法接受奶酪已经消失的这个事实 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不过呀 小矮人的心情我们也可以理解 当我们觉得拥有的某种东西理所当然的时候 接受改变就会比登天还难 比如说 你觉得自己本来就该拥有成功和健康 那么失去了其中任何一样 你都觉得不公平不甘心 小老鼠秀秀和聪聪的 没有在原地犹豫不决 它们很快又在恩战找到了一大堆的奶酪 小矮人就没那么走运了 面对奶酪消失的事实 它们一时间是没了主意 每天还是按部就班的来到空空的奶酪站 甚至在墙上凿出了大洞 期待奶酪会重新出现 然而一切都是徒劳 它们不仅肚子越来越饿 精神劲和身子骨也越来越弱了 估计没有人希望像哼哼和鸡鸡那样 直到改变彻底发生的那一天才恍然大悟吧 那么为了避免这种悲剧降临在自己身上 我们应该多多关注生活中的种种改变 并且尽可能快地去适应这些变化 只有不甘于现状不断地尝试 才能不断突破自己 想象目标可以让你克服对改变的恐惧 小矮人唧唧慢慢就意识到 它们再这么等下去 情况恐怕只会越来越糟糕 它想鼓起勇气再次走进迷宫 可是它的同伴哼哼却说 如果外面没有奶酪怎么办 就算有 但你找不到又怎么办 你可能会走进一个黑黑的走廊 然后就再也出不来了 听了哼哼这么一说 这鸡鸡又感到了那种 使它停滞不前的恐惧感 为什么很多人总是像哼哼和鸡鸡一样 一遇到突发的状况就不知所措呢 因为他们害怕 恐惧让他们丧失了面对改变的勇气 毕竟改变往往意味着要应付新的局面和规矩 这些可能让人摸不着头脑灰心丧气 所以啊 害怕改变是人之常情 这种恐惧可以理解 但如果我们一直害怕走出舒适区 那就永远无法改变现状了 要知道 生活不可能一帆风顺 深爱的人可能在某一天离你而去 意外受伤 可能让你没法再参加喜爱的运动 这些挫折都有可能给我们带来严重的打击 怎么办呢 只有寻找新事物 才能让生活再次变得充实快乐起来 鸡鸡虽然说心里还是害怕 但是他又想 如果真的在外面找到了新的奶酪了呢 享受新奶酪的喜悦再度补起了他的勇气 他发现啊 原来想象自己的目标能够克服恐惧 于是乎他就尽量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给自己描绘了一幅最美好的画面 他坐在一大堆最喜欢的奶酪上面 像蜂窝状的瑞士奶酪 鲜黄的英国切打干酪 美国奶酪和意大利干酪 还有美妙又柔软的法国卡米伯特奶酪等等 这种让目标清晰化的方式加剧了积极对目标的渴望 他终于是鼓起了勇气 离开了C站 所以说 在害怕改变的时候 不妨要用生动的画面把目标想象出来 想象成功之后会是什么样子 这种自我陶醉的状态会刺激我们的渴望 给我们继续前行的勇气和动力 不要放大未知的恐惧 要敢于朝着新的方向前进 在脑子里想象了一番自己的目标之后 小矮人机器又踏上了未知之旅 开始寻找新的奶酪 哼哼却坚持哪儿也不去 就一直待在空荡荡的C站 他一边因为奶酪的突然消失而纷纷不平 一边又因为饥饿日渐消瘦 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实在是太害怕改变了 与此同时重新走出去的机器状态却越来越好 虽然说他看着黑暗深邃的通道 心里还是会害怕 但是他意识到畏惧只会让事情更糟糕 既然选择了新方向 就要对前景更有信心 不久之后机器就发现了一个奶酪站 虽然说里面只剩下一小块奶酪了 但是这是他从没有见过的一种奶酪 而且还特别的好吃 他决定到更多的地方去 去迷宫里那些他还没有去过的地方 在路上他偶尔也会找到一些小块的奶酪 开始恢复体力和信心 机器把过去抛在了脑后 努力的适应现在 终于期待已久的事情发生了 他来到了一条从未到过的走廊 过来过一个弯 奶酪恩战出现在了眼前 这里面是堆满了新鲜的奶酪 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他从没有见过这么多的奶酪 而且有些品种还是全新的 有意思的就是 他居然在这里碰到了 秀秀和聪聪这两只小老鼠 原来他们早就找到这片宝藏了 经过这一番大冒险 机器意识到 在重新出发之前 积累的恐惧 比出发之后遇到的新状况 所带来的恐惧还要多 只要勇敢的迈出第一步 情况就会慢慢好转 当然了 有时候就算是做出新的尝试了 结果还是两手空空 但是绝对不能焦躁不安 或者说是轻言放弃 因为前面 肯定有新的奶酪在等着 他还明白了 改变随时有可能会降临 那么阻止他改变的 最大的制约因素 就是他自己 只有自己发生了改变 事情才有可能往好的方向发展 只有去享受冒险 所带来的喜悦的时候 才能发现和享受更好的奶酪 找到真正属于你的奶酪 好了 小老鼠和小矮人 找奶酪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 其实呢 这里的奶酪啊 指的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 所追求的目标 它可以是一份工作 一种人际关系 可以是金钱 豪宅 还可以是自由 健康 社会的认可 和老板的赏识 或许 它只是一种精神上的宁静 甚至呢 还可以只是一项运动 那么我们如何把故事当中的启迪 运用到生活与工作当中去呢 如果你是公司的管理人员 不妨把这个故事 讲给自己的团队听 或许会让他们 用更积极的心态去应对改变 也更能意识到 改变可能给团队带来的好处 讲完故事 你还可以问问员工们 他们觉得自己跟哪个主人公最像呢 假如他们觉得自己像小老鼠 那他们啊 就有可能成为推动改变的催化剂 也正是团队需要的人 一方面 像秀秀的人呢 有着敏锐的嗅觉 就属于优秀的发现者 再小的改变也逃不过他们的眼睛 这一类人擅长预测市场的大变化 挖掘新产品和竞争力 或者给公司带来新的企业愿景 另一方面 像匆匆的人呢 绝对是一个行动派 应该啊 多鼓励他们 从企业愿景出发 用实际行动实现公司目标 拥有小矮人性格的员工啊 就没那么的有优势了 面对改变 像积极的人就会害怕 不过呢 在经过一番挣扎之后 还是会采取行动 但是 像哼哼的人 往往就很缺乏安全感了 如果他们找不到勇气 变成积极 问题就更麻烦了 所以说 对于这两类人 要努力强调改变 能给他们带来的好处 利用小矮人和小老鼠的精力 还可以让团队明白 寻找机遇的重要性 你看小矮人积极在找到恩战的奶酪之后 吸取了之前的教训 不仅每天仔细的查看奶酪的变化 还会坚持在迷宫的其他地方寻找更多的奶酪 哪怕一切是看似进展顺利 也不能掉以轻心 而是要继续寻找新的机会 总而言之 生活当中的改变不可避免 面对不断改变的环境 我们不仅要游刃有余的去适应 还要保持积极向上的态度 这就是需要我们调整心态和观念 更坦然的去应对改变 从中获取更多的经验教训 希望大家能够像秀秀和聪聪一样 勇敢果断 也能像积极一样 最终战胜自己 找到属于你的奶酪 并且随着奶酪的变化而变化 好了 今天的这本 谁动了我的奶酪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你打算怎样去寻找奶酪呢 别忘了留言 我是鲁阳 咱们下次再见 本节目由陆上读书 授权喜马拉雅FM播出